青椒焖猪肚 虽然是叫青椒焖猪肚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芹菜呢 而且青椒几乎没有 这名不符实 这又不是老薄饼 太阳探店良心推荐 今天点的锅鳞家常菜 我觉得这个在北京 但凡您是个北京人 我觉得怎么也得吃过几顿锅鳞 因为这个东西当年在北京 确实开变了大街小巷 而且就属于性价比特别高那种 价格便宜量有足 然后今天点的还是烤鸭 对吧 烤鸭为主 先来包包菜价 烤鸭套餐 125 两盒烤鸭 一盒饼 一盒葱 一盒甜面酱 一个鸭架子 看这个鸭架子就感觉小一些 不像全聚德的烤鸭那么大 100多块钱也很便宜了 对吧 清蒸鲁鱼 这个还算比较值了 78 香酥肘子 68 这个也是卷烤鸭饼吃的 干边豆角 28 青椒焖猪肚 45 这还比较贵 麻婆豆腐 18 因为最近又馋了 想吃烤鸭 所以又点了一只 孤林是一个覆盖面 非常大的饭馆 几乎在北京 很多地方都有 我记得以前有一点特别多 现在可能少多了 但是也是开遍了 北京的大街小巷 这个烤鸭的饼 相对来说 就比较一般了 厚加工的 然后还粘在一块 不太好撕现在 先来一张饼 三片烤鸭 然后再来点葱丝 先来卷一个吧 这个饼有点糟啊 闻起来烤鸭还是很香的 实话实说 这个烤鸭也比较一般 就是它面皮不好 饼皮不好 一百多块钱 也就是金百万这个水平 然后比这个便宜坊 味道还是差一些 就整个包括鸭子的质量 包括饼的质量 跟便宜坊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而且这锅鳞 我觉得它菜的标准不统一 就有的店 烤鸭真的非常好吃 然后有的店就不行 也可能这是因为外卖的关系 反正我觉得这家烤鸭 真的相对来说比较一般 鸭皮一点酥脆的感觉都没有 但是鸭子的味道还是很正 给了两盒饼 两份配菜 两份甜面酱 一份让你卷烤鸭 对吧 一份让你卷肘子 咱们来尝尝这肘子 香酥大肘子 它是一个肘子 然后裹着面炸 炸完以后切的 这个来了以后 也是让你卷饼吃的 卷饼卷葱丝 对吧 然后卷点瓜条 我觉得这个东西 还是应该卷黄瓜条比较好吃 因为你想肘子本来就腻 然后还蘸上甜面酱 然后还过油 肯定更腻 所以弄点黄瓜清口 肉香味十足 这是一整个肘子吧 看着量还是挺多的 就是它这面壳的味有点重 这肘子还是很香的 而且炖的不是特别酥烂的那种 还是比较有嚼劲的 这样也挺好 但就是这个外边面壳的味儿 才重了 感觉这个面壳 吸收了太多的油 整个外边这个面壳上的油味很重 其实如果没有这个面壳 可能味道更好 清蒸鲈鱼 这是一整条 而且我觉得还真的挺好 清蒸鱼的那个香味就特别重 鱼的清香 加上这种蒸鱼齿油的味道 我再尝一会儿 我觉得比较一般 我再尝一口 看是不是真的比较一般 实话实说 这个鱼确实味道比较一般 就是感觉它不是很新鲜的那种 就至少不是刚杀的 或者刚死的那种 鱼肉没有那么弹 虽然还是鲈鱼 但我觉得这应该是冻过的鲈鱼 就是它的肉质 没有新鲜的那么好吃 不过78块钱可能也就这样了 如果真是新鲜鲁鱼 可能会更贵一些 青椒焖猪肚 虽然是叫青椒焖猪肚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芹菜呢 而且青椒几乎没有 这名不符实 这又不是老薄饼 你还不如改叫芹菜猪肚呢 很浓的酸汤肥牛的味儿 然后是那种酸汤肥牛里头那种金汤 加上芹菜 最后再加上一点辣椒 它是不是想用芹菜加辣椒 做出青椒的味道 这能做得出来吗 但是猪肚还是很脆嫩的 这猪肚不喝 这个还可以 这是肉末豆腐 跟麻婆豆腐 就是缺了点花椒跟麻椒 但是味道还是很好 北豆腐做的 然后跟肉末炖在一起 这个应该特别下饭 豆腐烧的也非常入味了 但是也可能因为块比较小 所以很进味 这还真的不错 干边四季豆 对吧 也有干边豆角 然后那天我去买菜 我才看见超市里头 一排豆角 各种各样的名字 我觉得真是 看着都差不多 在我们家基本都统称为豆角 我们家只有两种 豆角跟姜豆 所有短的都叫豆角 所有长的都叫姜豆 这个其实是我以前 特别喜欢吃的一道菜 实话是说 就是油脂含量非常大 因为它这个豆角 是要过油炸的 炸完以后再炒 所以这个菜减肥期间 不太敢吃 但是今天还是点了一会儿 因为实在是太馋了 闻上去就是炸过的 那种豆角的香味 这个就是一个水平 比较一般的干边豆角 就是很正常 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总评一下这些菜 我觉得可吃 没有哪个菜特别好吃 就是拖着拖着拖着都有一些问题 您就酌情点 这里头相对来说比较好吃的 烤鸭算是凑合 对吧 肘子也还行 鲈鱼没有那么新鲜 但是味道还是比较正的 对吧 其他的就相对来说比较一般了 特别是这个 明明是芹菜炒猪肚 非要叫青椒炒猪肚 这不就是炒菜接着混 怎么对吧 不是咱家门口这个锅链 是别的地儿的锅链 就是咱家门口这个不全称动 刚跟十二小美聊了几句 我觉得这锅链可能不太正宗 然后有机会我去 家门口那个正宗的锅链 再吃一顿给你们看一看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太阳探店 北京探店哪家庭 家庭贫寒许太阳 拜拜 拜拜